其实在中国古代神话中 今天试验舱全长17.9米 直径4.2米 舱内科学试验的开展提供了平台 还可以支持舱外暴露试验 空间环境探测等相关方面的研究 下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航天员老师们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 同学们好 我是神舟14号任务成组指令长陈东 今天很高兴能够在我们的问天实验舱 与大家一起续续探索科学奥秘 科学手套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密闭捷径的操作空间 让我们的实验更加便捷可控 未来我们还要在这里安装一台灵巧机械臂和一套显微操作系统 这是低温存储装置 相当于我们实验样品的太空冰箱 它可以提供零下80度 哇 哇 好冷 零下20度和4度的存储温度 这是生命生态实验柜 是以生物个体为研究对象的实验平台 实验柜由一个个像小房间一样的模块组成 每个房间对应不同的研究对象 它是辐射计量装置 可以测量舱内辐射水平 帮助我们更好的监控仓内环境 这是生物技术实验柜 它主要是以细胞 组织 蛋白质等生物样品 为对象进行研究的科研设备 里面配置了各种先进的细胞培养和检测仪器 实验柜里有两个圆盘 叫做传织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